西環清晨發生爆水管事件 可以見到食水夾閘沙石流出地面 原斜路一直向下流入西邊街和正街 現場是西環第三街 一個用圍板密封的地盤 清晨五點多一條食水管突然爆裂 維修工人自報道場立即山上水制 並且進行搶收 消息指附近的住客未有受事件影響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